音乐本该成为城市的曙光 借着自寝 音乐将不再漫无目的 透过创作 友谊将会磨合而成长 通过考验 生命将会稳健而扎实 持续燃烧自己 绽放未来的曙光 大家好 我是可甜 暑光之子这个节目一开始是 我们当初在2019年的时候 举办了第一届的曙光季 那时候喊出的一个口号 就是希望举办 台湾第一个零废弃的音乐节 那因为零废弃的概念 你延伸出去就是 Recreation跟No Boundary 就是意思就是 一个重新再创造 再制造的一件事 除了我们在活动里面 去倡导零废弃的教育之外 还有倡导一件事 叫做我们希望能够 成为乐团的一个浮华期 为什么是成为乐团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音乐乐团 做出音乐 他们其实花了很长时间 但是因为现在 太多的载体或平台 让大家可能音乐一听就过 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到 回到最初珍惜这件事情 就是他如果能够 去多多注意这些乐团 把他们的音乐 重新再拿出来听 甚至在我们参与活动过程中 你可以听到一些 更好听的一些 年轻的独立乐团 我相信他们的 发声的平台 跟接触民众的机会 然后扩大他们的同温层 会更有帮助 其实在乐团上面 大家接触到他们 企乎都是听到他们的音乐 然后觉得他们好听 然后去听 可是很少人知道 他们背后的一些成长故事 以及他们在成为乐团的这条路上 知道你付出了多少努力 那我们也是 当时也设定一个目标 是我们一年要跑到五到六场 那这次的节目就是在记录 这些乐团在这五到六场之间的 成长与改变 我是饰演一个角色叫做教父啦 那个也不叫教父 那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小时候 可能都有一个老师或是导师或是师长 或是学长 对然后去教导他们 或者是用话语带出他们对于现在的困惑 以及给他们未来的方向 我本身在这次的过程中 我反而会每一次的练团 跟他们每一首的歌曲 我们都花时间下去陪这些乐团 年轻乐团练团 陪伴他们怎么在舞台上呈现他们的歌曲 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跟他们访谈 也找出了这六个乐团的一些 他们本身自己在生活上 或是在音乐的道路上 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 不要说是问题或挫折 而是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做到 写出他们什么样的乐团故事 解的任务就是其实是把每一个 我相信对于玩乐团之后 其实你会面临到不管是团圆之间的矛盾 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人会喜欢你的音乐 到底音乐跟现在大家听到音乐相不相同 这种很多的问题都我们都藏在这个六个乐团里面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让可以看的人他会有感同身受 以及想到自己在玩乐团的过程中 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次的六组乐团有Ctrl T 然后有都市林剑派队 那也是一直参加比赛 然后拿到很棒的名次 然后还有李新锐 是一个新加坡过来的一个女歌手 然后在台湾发展 然后还有尤米泽 曾经担任过星光大道魔王PK赛的魔王 然后还有陆行人 还有一个宇国 我觉得第一个是宇国 因为宇国我觉得他们的音乐 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但我们也一直在找说 因为我觉得他们音乐在台湾 其实听的人 听的人算小众 可是你真的愿意去听他们音乐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音乐非常非常的棒 其实我们以前一开始的 独立乐团玩的地方 其实就像地下社会一样 或者是河岸留言 他就是无情骂黑 然后但是充满了人 挤满了人 然后听到音乐其实非常非常大声 我觉得他会让我想到 我们当时在玩乐团 接触到的一些前辈的乐团的那种感觉 还有陆行人是因为 那他们三个人 其实我觉得蛮适合 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状态 就是世界可能跟着我们 是反方向的在旋转 不管是疫情 不管是市场 或者是任何事情 但是他们还是用一个陆行人 想要带给 用音乐带给大家的一个 世界观跟态度 去跟这个世界来沟通 有时候常常讲到 以前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变老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在当时自己 用乐团形式出来之后 到现在已经15年以上了 那这段过程中 我们其实历经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 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状况 是与这些乐团都一模一样 那其实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 我们为什么选六个团 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有点像是当初我在看我的团圆 虞丁蜜也是六个人 那每一个人他都代表他们自己 其实我觉得乐团发展的过程 其实都差不多 然后我希望把这些故事 分享给大家 以前很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 我的永远也都是说 其实就是要大家不停的听音乐 不要间断让自己听音乐 然后各种音乐都要听 可是在过了这两年之后 我觉得我有些改变的原因是在于 以前我会觉得音乐就是一个 不应该去斜杠的 可是现在音乐不管是新媒体 或是所有的资讯量都太大 你已经不能成为单就一个事情 就你必须要成为一个 很多斜杠的一个青年 也鼓励他们说 没关系就是 反正就是要适应潮流 毕竟现在身处在这个年代 你就要成为很多斜杠 然后你就只能不停的让自己 不要放慢脚步一直往前进 什么事物有兴趣都去学习 并且尊重原来的传统 站在巨人肩膀上 总比你自己从零开始好 请你多起源 请你多起源 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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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